中国人讲究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游学体验各地的风土人情 是增长知识 开阔视野的必须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 把欧洲作为了自己的旅游目的地 而作为世界第一旅游目的地国的法国 更是成为了中国游客的首选 随着中国游客见识的增长 和对深度文化体验的渴求加强 很多游客不选择常规的大旅行团形式 而为游客量身定做的文化深度游 定制行程游 季节特色游 成为了近年来华人来法旅游的新宠 出门在外 大家最关注的话题是安全 时刻注意钱财和人身安全 才可以让华人游客尽兴而来 满意而归 专家也建议游客出行前做好功课 避开政治经济形势不稳定的国家和地区 避免随身携带过多现金 尽量用信用卡支付 向旅行社和当地旅游局了解当地民俗和法律常识 都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法国警方也提醒游客 万一遭遇不愉快的事件 首先要向当地警方报案 取得报警回职 作为补办旅行证件和向保险公司索赔的依据 从2004年开始 巴黎每个区警察分局都配备了 包括中文在内的14种语言填写的报案表格 常年生活在欧洲的华人华侨 更是受到西方度假文化的影响 把全家人的假期出行安排 作为一年中的头等大事来对待 每到法国公共假期 由于相亲和亲亲的因素 很多华人选择在孩子的寒暑假期 回国险亲旅行 待下一代体会中华文化 增强对祖国的认知和文化自豪感 而此时此刻回国航班也变得一票难求 专业的华人旅行社此时 也会接到大量的机票订票电话 从事旅游业多年的陈南女士 也对华人选择航空公司和订票注意的细节 提出了一些自己的建议 机票忘记的话 是学生放假的时间是最忘的 那么每年圣诞的期间 也是最繁忙的 春节的时候呢 春节的话呢 大家都可以等一等 就是说航空公司出特价的时候 然后我们再来订 到时候也不玩 订票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需要第一个当然要提前预订 这样子的话 机票呢就相应来说 机票的价格会相应会低一些 订好票之后呢 最好就是说检查自己的名字啊 姓名啊都没有错 而且还有那个行李的供应数 一定要问清楚 时间啊日期啊有效期是多久的 都要问清楚 最重要的是改期是多少钱 到时候因为万一在国内 或者是需要你们 或者需要改期的话 那么首先要知道这张票是能不能改的 然后有效期之内 那么是可以改期的 而且手续费是多少 这些都要必须要问清楚 转机的时候呢 一个注意的是转机的时间啊 然后行李呢是不是说是直挂到目的地的 这点也非常重要 那么行李的公斤数 因为我们国内的三家行公司都非常优惠 对公斤 现在我们已经是两 每人都可以托运两个行李 两个23公斤的 不能超过23公斤的行李 那么如果是转机的话 有可能只有一件行李 只有20公斤 所以呢有的时候是 因为回国嘛 大家多多少少都会带一些 很多那些巴黎的那些用品啊 或者是说礼物啊 那么相应来说 对留学生来说 或者是说对当地的华人华侨来说 那么行李的公斤数 如果是说非常有优势的话 那还是值得考虑的 今年的华人旅游 还有一个新的亮点 对于众多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 旅法华人而言 前往宝岛台湾观光变得更加便利 巴黎地区最早办理旅法中国大陆人士 前往台湾观光的旅游业者 丁伟兴先生特别友情提示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行程安排上要注意 从中国大陆转机和法国直航台湾 二者的办理手续不同 从法国巴黎你坐飞机到东高去 去了不出去你说我从上海转机去 他说问题是这样你这边这个国际 国际机场了以后你到了台湾也是国际 但是你必一定要经过一个出去 不能在里面转的 所以你一说出来以后你那边就进不去了 从香港或者是从法国或者是其他城市 你不能从大陆内部的城市 因为你从大陆走 因为这个不是属于两个国家 所以你离开你不能用护照离开 你必须用出境证那个弱歹的出境证 升级的出境证 那就两个礼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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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